抓住台股趋势 别忘了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7月20号 那我们来入今天的盘后影音 一开始还是要请各位投资朋友 在这种影片下方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同时请大家直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的脚步 行情波动这么大 你一定要策略 那我们来看到在7月12号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提醒 这卖银一次消化完毕 我们准备这样隔天再开地的话 要进场去做个抢反弹 这边就是一个好买点 那为什么会这么跟大家提到呢 主要是因为 这边如果再往下刹的话 13700点我们曾经跟大家提到过 这边会是一个等距跌幅的满足点 所以再往下刹我们就要进场 但是国安基金提早了我们一步 那也没关系 因为国安基金经常有助于行情开始趋向稳定 当行情趋稳之后 其实就有利于各国的一个轮动 那各国轮动之下 即使你就要掌握到tempo 你就有机会赚到钱 那我相信你只要持续追踪我的群主 或是看我的影音的话 我相信这波反弹将近快1000点 你应该是有赚到钱的 那这边到底要买什么股票呢? 如果你是控盘者的话 应该买什么股票? 那我们这边其实有跟大家提到 你可以往台电大柠檬 用台电大柠檬 台电法说好 其实它相关的指名就会跟着好 那选举行情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你可以去回想一下过去 选举行情发生了哪些案例 比如说2014年 或是看到2018年 其实选举行情都是这样 先杀再往上拉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你去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控盘者的话 这边你要营造一个选举行情 那必须要怎样? 必须要有钱嘛 你要有钱才能营造这个选举行情 那你不卖股票 你不卖股票怎么会有钱呢? 所以我们先请也曾经跟大家提到过 6月底的那波下沙 不像是外资做的 因为外资这边是呈现一个小卖而已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内资这边是没有大不度卖超 甚至有呈现一个买超 那散户断头卖压 其实力量也没有这么大 所以最主要是八大关股银行 这边是在做个卖股 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销 这边先卖出来 把钱拿在手上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 这边如果你是控盘者 那你要营造选举行情 你要拉2000点好了 你能不能说 从18000点拉到20000点容易 还是从14000点拉到16000点 哪一个会比较容易? 哪一个力量遇到的阻碍会比较小? 哪一个筹码会比较干净? 哪一个会花比较少的钱? 我相信绝对是从14000点拉到16000点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会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选举行情已经开始悄悄展开了 那这终极反弹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7月12号、7月14号、7月15号 我们跟大家一起 那7月15号跟大家聊到些什么呢? 我们跟大家聊到 这边是形成一个小WD 那小WD成型就有机会这样反弹持续 那第一个关卡 第一个关卡就是什么? 月线的反压 那在下个礼拜开始 月线会扣离在相对低的位置 所以月线会转为一个走平 转为一个走平站上上扬月线 其实就有机会往季线这边去做一个靠拢 所以这边小WD成型 大家要好好把握这个终极反弹 把握人道走廊的开放时间 那很多人都说 这边已经涨上来 那我这边就不敢做 那其实我们这边有跟大家提到 当大家都很害怕的时候 那其实这种哥就感到相当的放心 那当大家都不怕的时候 这种哥就会感到有一点紧张 因为目前是一个什么?空头市场的一个终极反弹段 那这边在多头的时候 妈妈曾经跟我们讲过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那当空头市场的反弹段 人多了 人开始有信心了 往往是反转的开始 所以大家要把握现在 就是当大家都不想玩 都不敢玩的时候 其实这边很容易这样让你赚到钱 那有人这边如果跟你提到 行情要开始走回声了 那这边就完蛋了 回声行情是什么呢? 必须要站稳这个基线 而且基线要开始转为一个上扬的 所以这边要请大家好好把握这一段 那回过台我们再看一下 加权指数今天开高走低 那这后续应该怎么看待 其实我们今天曾经跟大家提到过 这个行情看起来是怎样 看起来就是 往上拉开的过程中 开低就容易走高 因为有关基建的护盘嘛 开高容易走更高 那其实今天的这拉高结算本来是 本来是蛮漂亮的 那结果没有想到 尾盘了往下杀 那往下杀的过程中 只要不跌破低点 行情就有机会持续反弹上去 那这个反弹呢 就是我们抓这个等据 等据涨幅满足点 大概在15000点到13000点 那我们可以抓这个中间值15100点 因为15100点是前破的低点 所以这边我们抓15100点 当做一个等据涨幅满足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今天的盘后筹码 如果说新的仓位的一个筹码 还是呈现偏多的 那我认为反弹呢 就有机会持续 所以后续你盯紧着 15100点 我们稍微停看停一下 那如果跌破近期的低点 那我们可能就要缩减多单的部位了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反弹呢 仍然是有机会持续的 那大家不妨可以追踪一下 盘后筹码到底是多还是空 那到时候我们再决定 我们的持股仓位 那其实我们很习惯跟大家提到 大盘的一个位阶呢 决定于我们的持股仓位 其实呢 这个大盘是涨还是跌 或是14000点 还是18000点 从来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我们是用这大盘位阶 来判断我们的持股仓位 当大盘有疑虑的时候 我们就是降低我们的部位 那当然 如果你是跟重点是多空双向的话 那这大盘更不是你应该要担心的 当大盘偏多的时候 我们全力做多 当大盘偏空的时候 我们全力做空 当大盘震荡的时候 我们多空部位同时都会有 所以大盘只是用来决定我们的位阶 如果你只是做多朋友 当大盘有疑虑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适时的缩减你的部位 那当大盘有疑虑的时候 就是我们增加空单的部位 所以到底这边我们应该往哪边呢 去做个布局 其实呢 在盘检提醒我们都有跟大家提到 台电大联盟啊 车用电子啊 或是IP吸制材 或是这个 这个IC设计 其实这些你都可以留意 那其实呢 这些我们在进阶盘面提醒呢 盘检提醒都跟大家提到 你要去留意这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三两半 其实呢 哎 这边就是顺利往上攻 台电大联盟 那我们在涨停板的时候呢 这边有短线获利12%呢 有先做个获利调节 那同样啊 这种各个股票其实呢 很长这样 买进就往上喷 买进就往上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跟着资因流向走 因为聪明前流入 我们顺势进场 这边就很容易往上涨 当你也跟着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呢 你会少了很多的等待时间 所以你会常常发现 哎 奇怪 为什么盘面上在涨的股票 只要不是这种 阿萨布鲁的投机型的股票 只要它是有价有量的个股 其实呢 我们大部分都能掌握到这些 这些趋势 这些卖动 那好不说这三四海创意 也是台电大联盟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提到过 台电好 IP细子彩就不会太差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创意网上将近20% 力旺也是往上 那这边呢 这边就是要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这边震荡的过程中 只要没有跌破地点 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 切入的一个好机会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四海创意 其实呢 5月11号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提到 钱呢 开始跑到 矽静人跟IC设计 我们当初这边就已经赚了一段 那这边呢 再赚了一段 有没有 这样加起来 也是将近三十几%的报酬 那或许有人会说 诶宗哥 那你这边为什么要卖呢 他明明还在往上涨嘛 那这边是已经破了我的一个出场点了 那后续的确也是往下走一段 那或许有人会说 诶宗哥 我这边呢 不卖 我就不会赔 不卖 我就不会赔 那我要问大家是 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让你遇到了一次 那这边你有可能是要破产的 宏达店不卖就不会赔 一千多块 抵到四十几块 说朋友 你的股票还在 但是你的一百万 已经不见了 所以你要把你的纪录给散设好 那你可以跟着我们一样 跟着资金流向来调整 当资金流入 我们进场去做多 资金流出 我们先退出来 那资金再流入 我们又进场做多 那其实交易 本来就该是这么的一个单纯 这么一个纯粹 这么一个简单 这边的线行 你就是介入 卖出 切入 卖出 就只是这么简单 所以当你跟着我们一样 这边一档 转过一档之后 其实创立这三十八 其实你可以很好地 把它放在口袋 那至于说 我们为什么会去切入 这个台电相关干预股 主要是我们有一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 这老朋友应该都有上过课 那新朋友 你可以找这个小秘书 索取这个教学影片 或是我们下次有机会 在另外开一堂课 那这个课程可能会更加丰富 加一些我近期发现的一些指标 所以请大家就密切留意这个讯息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跟上门 这个解锁会员 027725150 我相信我们是你最好的答案 因为我们这边是跟着资金流向来去做调整的 那我们回过台再看一下 这个8028升阳版 那其实我们这边也不会太担心 延续上根还可以 但是我们这边已经有先出一半 低单买进涨停有出 那就不用太过担心 行情的变化 在三四四年创业 我认为今天行情是非常强盛 大盘在往下跌 往下做留下一个上引线过程中 其实它的股价还是非常硬挺 那我认为它这边应该还有一个缺口 要去做交代 所以我们这边的持股仍然是做个报则 那对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聊一下家运指数 家运指数今天这边开高走低之后 我认为反而是一件好事 你一下子把它涨幅给交代完 15000点 你一下子把它涨幅给交代完 后面要怎么走得远呢 所以今天压回 然后用肋骨轮动方式 那这也很浮我们先前跟大家提到 终极反弹通常会有千点涨幅 那持续时间会有两到三个月 所以要请大家不要让我说 今天压回是一件坏事 只要你找到个股 我相信获利都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看到这个超业 其实它也是往上去做一个涨势 那包括中砂今天表现 也是非常强势 或是我们可以看到 立望今天是涨停板 涨停板锁住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爱意设计 今天表现也是算是非常强势 预态也好 或是这个资源 今天都有往上碰出 甚至我们先前曾经看坏的 这爱普 今天的涨势也是相对比较好 那爱普这边也是打出一个底部 那这边你要过度去追控的话 其实这种歌也会请大家稍微等待一下 因为这边已经有打出一个底部 所以我们这边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空头市场 我们都知道目前行情是比较偏向空头 但是空头市场的一个终极反弹段 也是会嘎爆空单的 如果你不信的话 创意已经被嘎了 立望已经被嘎了 这个IPC财产的世心 你也被嘎了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跟着旁边上 来去调整你的部位 那调整你的部位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跟上我们的节奏 因为当你跟上之后 其实你才有机会在这波动这么大情况之下 跟着赚到钱 那好比说日月光 日月光我们希望的是这样 天天都有钱收 天天都有钱赚 那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散户头的朋友 就是希望说每天都可以赚钱 那每天都可以赚钱 日月光满足了大家的期待 每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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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天就12% 7天就14% 那为什么我们一想日月光 其实我们先前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国外基金护盘 第一个全职股 那我们选择什么 短信上已经有杀出量个股 又选择全职股来进场去做个护盘 那这边其实强反弹 我们先前教学影片 也有跟大家提到 大家可以多加深用 只要你把这个技术分析学好 我相信背后自然有故事 或是有其他的力量 来去帮你做助攻 那这个日月光是很好的案例 或者是我们先前在古墓骑兵 这期应该是昨天的时候 昨天刚播出的古墓骑兵 我们跟大家提到 你可以去留一下第三代半导体 那第三代半导体 我们有切入这档 3707的汉累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短信上 今天差一档 就攻上涨停板的位置 那短信上 我们获利也是来到10% 那其实今天不止汉累 第三代半导体 表现了多半 非常的强势 我们可以看到 3707的汉累 那今天是有差一档 攻上涨停板的 那这夹金也是有往上去碰出 那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尾盘这边 都是因为大盘压回 做了一个上限 但是只要什么 只要大盘没有转落 没有跌破底点 没有跌破14500 这个W点的一个高点 那我认为歌股轮动会持续 震荡量桌 拉回没有破底 反而是大家的一个好机会 那包括583的中美金刚 那今天也是有展开一个填喜 展开一个填喜之吻 再来看到6488的这个环球金 其实今天涨幅也是相对的比较大 也都是重新站上这个月线 所以第三代半导体 大家可以好好去做个留意 那另外这边我们3037的信息 我们在这天跟大家提到的是 大概7月18的时候 突破了一个区间板压 那今天ABF载板 其实比较上也是非常好的 包括这个3037的信息 或是这个蓝电 其实股价都有向上 那同样这边重点又来了 这边很多外资出去报告说 看坏ABF载板 但是为什么它这边底部区 却都没有再次跌破 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 底部都是由利空不断测试得来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底部区 那又杀出一个杀出量 所以我们这边很适合去做一个强反弹 所以日月光跟星星的强反弹 我们是建在这样的逻辑 进场一场的 那其实星星今天反弹上来 还原全息之后也是10% 所以一档又一档赚10% 那我相信呢 其实这些我们都是越努力 所谓的越努力越幸运 当你认真追踪资金流向 那市场上就会给你最好回报 其实这些我们在节目上都有跟大家提到 那只要你可以跟上我们 我相信10% 20% 30% 你有机会是下一个 创意第二或是什么 星星第二或什么 日月光第二或是旱垒第二 其实这些我们就是不断的 通过短线加差来去累积这些筹码 那这边如果行情要开始反转的时候 那我们也不用担心嘛 众哥会打空单嘛 做行情偏多的时候 我们打多单 行情偏空的时候 我们打空单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有提到 终极反弹也是会嘎爆空单 那涨了1000点 我相信如果你是死空头的话 这边你可能已经受伤了 但是如果又回撤的话 你是死多头的话 你也是会受伤 你就跟着这种各样 不预设他的立场 那你即使才有机会多空多转 你才有机会平安回家 7月以后我们跟大家提到 前离开车用电子 那结果顺德就往下杀 这边赚了30% 那这边赚了30% 如果说你不做空也没关系嘛 但是你要懂得退出来 如果说你没有退出来 这30% 就算后续反弹上来 今天顺德也是有反弹的 但是这种各感跟你讲的是 反弹上来其实跟你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你还是赔钱嘛 你只是跟着人家 哦好开心好开心 但是回过台看一下 你的银行本质 钱是没有增加的 所以我们那里说 你一定要跟上我们这样多空多做 那多空多做 我最喜欢举这个例子 6715的佳机 496月天宇 其实我们多空都同时赚钱 是6月17号 一个做多一个做空 那后来都有赚到钱 那甚至我们这边 这种各个回去呢 把它找出来 那先讲 我们曾经跟大家提到过 驱动IC在去年5月的时候 我们最近非常看坏它 因为整个产业发生一个杂音 那金元代工报价调查 面板报价调节 现在驱动IC厂的毛利率会跟着压缩 那我们先前不讲空单 是为什么呢 我们也不喜欢挡人家的财入 因为这批 如果你挡人家财入 做空本来就比较不讨喜 那你做空又从我这边赚到钱 那我不是就更讨厌你吗 虽然我们都是很低调 做空要低调赚钱 甚至我们赚到钱 我们会捐一些给一些育幼院 或是一些养老院 让它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所以这种跟这些多空都做 其实我带VIP 其实已经做了一阵子了 那带VIP做一阵子 从这波下杀 从今年一月开始下杀 我们常态性都有这个空单在 所以我们这边空单 绝对不是说说的 看到它跌就突然马上说 我们有空单 绝对不是这样子 那这是这去年8月11号 8月13号 8月17号 这天域呢 我们从300块 应该说281块 一路往下打这个加码单 营要冲 输要说 其实胜负的关键在于这个加码单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一路的往下打 那至于说空单应该如何打 我们下次呢 也会找个时间来帮大家做个教学 原来上我们不是空在最高点 我们也不是空在这个点位 我们是空在这个点位 那这个点位刚好就是一路的往下 那包括近期的空单 严勇我们也是在竞争去打 所以我们那么说 低呢 永远还有更低 高呢 永远还有更高 你不用预设任何立场 你只要专心的跟着这种各扣讯 多空呢 都有机会赚到钱 027725 1500 欢迎大家加入 那我们明天见啰 谢谢 拜拜 拜拜 下个富豪就是你